周恩来告诉李清泉 在中法建交的具体策略上 不必拘泥于形式 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外交手段 这就意味着 只要法国能坚持 关于台湾的三点默契 中方可以接受他们 使用公报的形式 发表建交声明 戴戈罗的特使就讲 说虽然形式换了 但是并没有改变 当时富尔前总理和周总理 所达成的共识 并没有改变 所以法国还是希望 用发表简单公报的形式 来宣布建交 最终考虑到法方的困难 中方愿意在形式上进行让步 一方面确保法国承认一个中国 另一方面 中国也顾全了法国的困境 让法方不主动和台湾断交 而是逼迫台湾方面主动和 但是李大使提了一个条件 说那么在公报发表之后 中方将单方发表声门 就是表明 就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以代表全中国人民的维核化政府 来同法方大臣协议的 那么戴高德特使说 这个问题我得回去回报 那么这一次会谈就是 就谈到这样子 那么过了几天呢 他又来了 说他同意 这样就是双方建交的时间 就是在1964年1月27号 我说香港人也不通过 尔武老是这一条线 然后没有述系 我这个问题 还可以不及 然后把日文所谈到 协议的 反正才能不能检测 所以还有 都是差不多都是头版头条啊 都在评论 各种各样的评论 所以这典型的评论就刚才我讲的 就是所谓是外交核爆炸 那么这个美国的这新闻出刊甚至讲这个 我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虽然有一定分工 但是不能那么 陷得很死 有什么干什么 大家主动的 建了什么工作 干什么工作 所以当时给我分配一个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住在公寓里面 我就在当传达 传达的任务是什么呢 就是来访的客人找谁 是找代办呢 还是找什么 是来办签证呢 还是谈文化呢 是谈经济谈什么东西呢 我都问清楚 然后找有关的同志来给他接谈 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采购 因为做饭啊什么东西啊 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吃的喝的采购 还有一个是通信员 为什么通信员呢 当时我们在那个公寓里没有文权 那么每天要发回的电报 收到的电报 通过机要员 把它医生密码之后 要送到邮局去发去 所以要通信员 还每天要跑邮局去送这个电报 当时可以说是多面手吧 什么都想多多干 谢谢大家 要我做 那我就硬了头皮上吧 因为我在留学的时候 还学了一些做菜的本领 我记得当时就是做了一个远炸鸡 还有一个烧了个排骨 还做了一些其他的菜 甚至炒鸡蛋都上去了 然后买了一些甜食等等 就这么凑成的一桌菜 当时做了我是提心吊胆的说实话 要是炸锅了以后 这个给人印象不好 最后吃下来以后 代办和客人都会比较满意 所以这样我心里面一块石头掉下来了 当时中方初来乍到 积极同法国各界人士联络 显得至关重要 不仅要邀请法国宾客来使馆做客 还要去巴黎各个地方进行拜会 蔡芳柏作为联络人员 必须做到对巴黎的大街小巷 了如指掌 您好比说要陪这个代办出去去访问 去拜会 当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巴黎路不熟 没有到过巴黎 是吧 那么怎么办呢 事先去探路 事先去探路 拿到地图去查 而且法国当时 单行线很多 单行线不能走 你还得拐弯 高速路 你一要上到高速路 你下不来了 当时这个情况 国内根本就没有高速路这个概念 所以非常比较难的一个问题 尽管如此吧 反正是 如果代办要出去活动 那事先去探路 探完路 然后就告诉司机怎么走 怎么走 所以这许多 虽然是细节 但是你要是不把这个细节弄好 这可能就耽误大事情 1966年的一天 一个神色慌张的钟